这次的声响艺术节是叫Diversonic 就是多元的声音 所以这次呢 主要是第一次我们跟旁弊度中心下面的Earcom合作 在台湾建立一个声响实验室 就是环场有49颗声道 那透过这个声道呢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我们可以重新去模拟很多不同的原来的一个声景 或者是让作曲家制造出一些新的声音 那这次我们就是跟他们合作 就是希望说未来在促进台湾的这些文化艺术 声音科技上面能不能有一些新的突破 这边就会提供台湾的表演艺术 当代艺术一些声音的技术的支持 经营的时候就是由C-Lab 以及就是台南艺术大学共同成立 像各位所看到的这个空间里面的硬体呢 都是由台南艺术大学所提供的 那中间也会有一个作品叫做《乌立的边境》 就是关于原住民的VR的这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也是由台南艺术大学 以及奇影共同创作的一个原住民VR歌舞剧的一个创作 空总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已经在今年通过了未来八年的公共建设计划 所以未来就是一机构三中心 当代艺术中心 科技媒体中心和社会创新中心 那未来整个工程发展 会指向艺术、科技跟社会这三个面向 我们的空总的围墙即将就要打开 我们今天欢迎和EARCOM一起合作的生产实验室 终于在台湾,在台北 我想这部体制台湾第一个 也是亚洲非常具指标的一个生产实验室 今天在台湾 当然非常不同 我认为这一种特殊的 是怎么办公司的 能够加入技术和技术 进入这个地方 我们想给予这些关键 这些关键的关键 与艺术、科技和技术 在每天的工作 这次有跟生产实验室的制作 就是一个水族枪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它结合了一个 就是环境的声音 以及就是AR以及AI的一个作品 那就是让使用者 他可以自己在这个平板上面去画画 然后这些画画 那我们会用人工智慧去判断说 你到底画的是什么东西 那会给它一个相对应的一个运动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在这个生产艺术节里面 呈现一种就是跟AR跟AI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作品 风厅是王仲坤的创作 它是一个平衡装置 也就是说当观者在这个空间里面 游走的时候 这个空气的扰动呢 就会让平衡装置开始移动 灭绝蝉片 那这是由意大利的生态学家叫David Monaki 他为了要去收集这些声音呢 他其实是整个团队冒得非常大的危险 到厄瓜多到婆罗州里面去录了很多声音 他们到了这个亚马逊去录了这些声音以后呢 最后再把它剪辑起来 透过这个环绕的一个音场呢 它我们可以就是好像仿佛回到了这个就是亚马逊丛林里面 它制造就是我们一般现在就是很流行 就是所谓的VR视觉式的虚拟沉浸 但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感觉 你就人好像真的到了这个亚马逊的一个丛林里面 出来的 跨方面 这个もの有 如此 这个 这 关键 给 走 回 从 看